楊仲敏 大家好,我是楊仲敏 很高興這個禮拜又跟大家碰面 延續我上個禮拜,然後這個禮拜又繼續大家一起講 上禮拜我們談到的是公民不服從的議題 其實延續到這禮拜討論多人身家、婚姻平權 我們還是持續在做公民抵抗、公民不服從 不抵抗一個更巨大的保守的勢力或威權 我覺得今天這個場合很剛好 大家如果有看我們活動的BAN 就看到我們今天旅談跟主持的 目前大概是在台灣都分別遭受到不同的攻擊 我是代表配屬實情推動聯盟 在台灣有90%的人是反對配屬實情 可能包含在座這個議題上面也有很多不同的討論 那現在呢我們背屬實聯盟也有跟伴侶可以接成好夥伴的關係 也有另外一群不同的勢力來再反對這個多元成家 再反對這個婚姻平權 那其實在這個不管是配屬實情議題或是多元成家議題 我覺得我們社會、我們的國家 持續的透過一些 也許我們在用道德的方式在包裝 那現在我們大家都喜歡講愛、講和平 那可是我覺得也許我們大家可以試著思考 當愛跟和平變成一種反動的羞恥的時候 當人群也變成一種反動的羞恥 在不同的主張裡面 可能紀錄圖也講愛 但我們也講愛 那愛到底是什麼 也許大家可以討論一下 那同樣的 那道德到底跟這個 實際上我們在生活當中遇到的 尤其是法律的問題 待會這個 許運時也許可以提到 有關於這個道德跟法律 好 信仰跟這個實際上我們台灣作為一個 想要成為一個法治國家 那到我們這個界線要怎麼去區分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另外呢 智傑呢 他也會嘗試著說從這個 從過去這個性別運動 尤其是這個從事運動的這個 過去的這個變遷歷史脈絡 來談到目前說 我們台灣是如何的從 這個恐童、恐隙發展到現在 為什麼經歷過這個 十多年來的這個 運動的過程裡面 為什麼我們還是 整個台灣社會氛圍 還是有一批人 會對於這個議題是相當恐懼的 害怕去談的 我前一次也跟 就剛剛我那個一個學姐 我是東海社工系畢業的 東海是一個教會學校 那東海他參與了這個 有十七所大學組成一個 所謂幾乎教大學的一個聯盟 他們共同發表一個聲明來反對這個 多元成家法對這個 同性婚姻 那同樣的 我作為一個東海的校友 我跟幾個校友也發起了說 我們要去聯署來支持婚姻平權運動 因為我覺得其實當中有一個最大的 我們其實有一個最大的疑問 就是說 當所謂的宗教大學 那他以他的 他主張說在大學的自治法裡面 他可以去主張他的宗教信仰的部分 所以因為他的宗教信仰 所以在這個信仰裡面 其實是反對同事 所以他可以這樣做 可是我們同樣的 在這個信仰裡面 也有知識同事的 所以當他以大學的名義 來發表說 主張說 反對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也發覺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校園民主的問題 就是說 內部沒有經過一個民主的討論 學校精緻用他自己的 宗教信仰的力量 來發出這些事情 聲明的時候 他是不是也是一種 反民主的事情 所以 其實在這個 多元成家議題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他可以發展出來 有很多不同樣的議題 不同的哲學議題 可以去做一個討論 那我想說今天 呃 我們就是先讓 呃 智傑跟這個 秀文 他們兩位 先來談談 呃 從這個 伴侶盟的角度來談這些事情 以後呢 那我們 待會兒會開放至少兩輪 的一個 討論 跟Q&A的時間 那 如果現場有任何的意見 想要回饋和分享 都非常歡迎 那可能我每一輪 呃 呃 遊戲規則這樣 每一輪 可能大概會有三到四個人先發言 或提問 那 再由我們的語盤人來回應 那可能 第一輪回應完 再到第二輪 那 時間允許之下呢 我們就會 呃 也許可以到第三輪 這樣子 那這樣子 應該會沒有問題 那我 先請智傑 來 跟我們今天做一個 介紹 這樣 的語盤 謝謝 歡迎自己 呃 大家好 我是台灣大女全力提供聯盟的 也許展露師姐智傑 那今天剛剛從一整輪 大家的 那個 八點說 對於今天的期待 我發現 欸 我好像準備的東西 不知道會不會變成大家的子彈 這很難講 對 所以也許我就 把我前面想講的東西 也許把它 呃 說的更短一些 然後等一下還是開放大家的疑問 然後我們還是比較針對大家想來的 呃 需求 我們 我們再來跟大家對談 所以我今天就會把前面講的東西很簡單 我想 主要會從兩個部分來談 那第一個部分我覺得 我們常常說 就是到了現在 應該這樣講 從 呃 辦旅盟2010年第一次有公開活動的時候 其實當時很多的媒體以及當時的大眾其實都會問我們說 請問一下你們覺得辦盟面臨最大的困境是什麼 推動這個法案最大的困境是什麼 我們當時是毫不懷疑的說冷漠 因為確實從 呃 我就常常會回想起十年前其實當我開始 在校園然後開始談同志議題的時候 我記得有一次當我們台上好幾個人 慷慨激昂的談完之後呢 有一個高中女學生就跑來跟我們說 老師 你們那個年代太悲慘了 我們現在大家都對同志非常的友善 已經沒有像你們說的那樣哄哄就是 或者是說同志被打壓的情形 所以研究說十年前以及後來其實 當同運在幾次的同志大遊行一直到了 我記得是第六屆還是第七屆的時候 甚至那個大遊行其實是跟那個時間點 好像就是萬聖節前後 然後呢 同志大遊行被路人誤認成這是一個萬聖節大遊行的時候 我記得當時的同運的領袖也出來說覺得非常的悠心 就是說同運是不是在那個時機點上好像沒有了什麼訴求 還是整個社會以為對於同志非常的友善了 就像是最近的宗教保守勢力也會出來說 台灣跟同志非常好啊 我們又沒有基監法 而且你看同志我們又沒有 我們又沒有阻止大家相愛 我們也沒有阻止大家同居在一起 怎麼會有對同志不友善這種事情 所以確實在那十年間我認為不論是同志運動 或者是非常多的年輕的朋友 都覺得好像整個社會已經非常開放 非常友善非常自由 大家已經可以自由的表達 但是我們隱隱還是會覺得這麼的不對 有些東西確實還是令人的用心 因為從幾次的性權就是我們如果還是一直在關注 就是每年的十大性權的侵害事件 我們其實還是可以看到同志不論是在教育在工作 甚至還是到最近都還是有像艾滋的教師被解聘 這樣的事件不斷的在發生 而這樣個案的事件其實也讓我們看到 我們的社會並沒有真正的友善 而真正讓我們看到不友善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呢 我想就是從真愛你們的事件 當同志當LGBT族群真正想要在教育權 以及現在成家運動 想要在成家的權利公民權利上面 想要與異性戀平起平坐的時候 當我們真正出來爭取公民權利的時候 才是可以看出我們的社會是不是友善的時候 而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了 就算民調怎麼得高 就像我們其實從一開始推這個運動的時候 我們私底下甚至還會覺得說真的嗎 會有反對失意嗎 當時我們開始推這個運動的初期 我都會覺得很樂觀 因為民調啊就是有50%以上支持同性婚姻了 我竟然民調都有50%以上支持同性婚姻了 我推這個運動會有什麼困難嗎 結果發現不是 當我們一步步逼近 就在我們真的宣誓要在97那一天在凱刀上面搬桌 然後真的宣誓我們10月要把草案送進立法院的那一刻開始 就從今年的8月 我們看到了六大教派尾攻光明點這樣子的事情發生了 我們看到其實各式各樣 例如他們現在用一個在A30 然後之前其實是用每天一一報每天一新聞 然後在這之前是每週一影片的方式 然後想要號召群眾集結上街頭反對這個 我們得到平衡的公平權 所以我想這才是台灣社會真正的面貌 就是我覺得這個運動 當然某一個程度揭穿了台灣過去很偉善 而且是假尊重假民主假開放假自由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但是我覺得當然也是透過這個過程 終於我們的社會可以開始比較理性的面對同性戀這個議題 我們怎麼看同性戀 我覺得這是第一次我們被拿到公平社會上來討論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所以接下來我想要談的是 對手到底在這一波反對的聲音當中 我會從他們的影片 我等一下會放一些他們的影片 來去談我認為台灣社會 除了現在我們想要積極的推動婚姻平權 以及所謂我相信很多人都有 都有疑問的 伴侶制度跟家屬制度 所謂的多元成家方案之外 我覺得反而想看到的是 台灣社會現在這個瀰漫的 我覺得他們製造恐懼的原因 是大家需要去理解的 為什麼他們的影片能夠召喚出恐懼 真的召喚出民眾上街 我覺得這恐怕才是我們需要更加小心跟謹慎 以及我們可能會需要思考該怎麼面對的 我想這個影片 我相信很多人不陌生 我們就再看一次 這個影片是 教會在1130前 製作出的第一波影片 他們後來大概真的就是兩三天 三四天一個 可是這一個是我想流傳最廣 而且是最經典也是第一個 drive點自然地 否則 夢想 一下 1-6比如說 可以 著家 沒必須 對 這 你 給你 抓一下 我 喝太多 沒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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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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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但是 李宗盛 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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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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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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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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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